第181章 红孩大战哪吒 天庭 风神台上悬挂着的风神榜光芒一闪 一个面色阴沉的少年将军从风神榜上走了出来 该死的妖怪 我黄天化不会放过你的 原来这少年将军竟是冬月大帝之子 黄天化 他在风神之战时期死在了商朝大将高技能之手 死后风神被封为三山禀宁宫 这一日他本来正准备去探望他的父亲冬月大帝黄飞虎 不想在泰山下遇到牛莫王父子 他见牛莫王面色惨白 以为只是一些路过的小妖 便想着随手降服了给父亲献 却没有想到红孩的三妹真虎 足此了 自己连反抗之力都没 便被红孩用三妹真虎烧死 虽然借用风神榜 黄天化重塑了香火真身 但代价也是极大的 三山禀宁宫这个神职 本就没有多少香火 平日里日子就过得紧巴巴 全靠黄飞虎偶尔接近 才能勉强步入 这下倒后 重塑一次晋升 把几千年来 积攒的香火 全部消耗了个干干净净 以我的本领 看来是对付不了的妖怪 不如去寻哪吒丢出头吧 黄天化心知 自己根本不是红孩的对手 便想到了 昔日的好兄弟哪吒 哪吒与黄天化不同 哪吒虽然因为莲花生的限制 修为提升缓慢 但终究还是能够自主提升修为 不像黄天化这些真灵风神的神 只能靠吸收香火之力提升修为 红孩灭杀了黄天化 捡了墨爷宝剑和镇月双锤 正准备离开 突然发现天空一片漆黑 一队队阴兵出现 将红孩给围了起来 一个骑着五色神牛的中年男子 带着十万银兵包围了红孩 看着红孩手中的双锤和墨爷宝剑 中年男子打步 可问道 你是何方妖怪 竟敢善杀天庭正神 该当何罪 红孩虽然被围 却并不慌张 他并不认了中年男子 只当他是冥界之人 不由冷笑道 小爷我乃是血海王子 你们这些个毛神 也敢来招惹我 什么 中年男子脸色微微一变 他便是冬月大年黄飞虎 作为五月之首 黄飞虎的职位不敌 本来 黄飞虎被玉帝派往地府 在地府扎根 可黄飞虎虽然武艺高强 可又如何是地府的对手 被地府十王给驱逐出了冥界 只能在泰山和冥界的交汇处 建立了冬月殿 招募营兵 扩充势力 血海是什么样的存在 黄飞虎自然不惟不知 当听闻红孩 是血海王子后 黄飞虎心中便生出了褪意 哄 就在这时 天空中突然响起一道炸雷 随即 隔渣带领 一万身穿星辰战甲的天兵 出现在天空中 哪吒身边站着一人 正是黄天花 看到哪吒出现 红孩皱起了眉头 他见过哪吒 自然也知晓哪吒的本位 哪吒看着红孩 脸色也微微一变 他曾在盘涛会上 见过红孩 知道红孩是观音菩萨 做下善才童子 如今天庭和佛门关系微妙 哪吒担心红孩这个时候 击杀黄天花 隐藏的是个阴谋 一时间倒是没有轻举妄动 哪吒脚踩风火轮 手持火尖枪 来到红孩面前 皱着眉头问道 善才童子 你为何杀害我天庭正神 红孩虽然忌惮 哪吒 但也不害怕他 闻言笑道 是他攻击我在先 只不过 此人既不如人 败给了我吧 胡说八道 若非你偷袭我 我黄天花 请拜议 黄天花文言大怒道 他看向哪吒 说道 哪吒兄弟 你速速与我报仇 哪吒文言 脸色微沉 黄天花自从风神之战 战死风神后 因为修为无法靠修炼提升 逐渐无法跟上 杨姐和哪吒的脚步 彼此之间也走动得少了 不过毕竟是曾经的战友 哪吒看到黄天花今日的模样 心中也满目是滋味 哪吒叹了一口气 说道 善才同意 你气我兄弟 哪吒也只能动手向你倾向 交由玉地处置了 怕你不成 红孩本就是桀骜的幸福 即便在落家三千年 已经磨灭了不少真容 但红孩依旧拥有着自己的傲气 红孩挥舞红音枪 直取哪吒 哪吒微微一笑 手中火尖枪一跳 直接点向红孩的眉心 两人大战了十多个回合 红孩逐渐不敌 他毕竟只有太乙精仙出气的修为 而哪吒却早已是太乙精仙巅峰的实力 即便红孩神通了 也不可能是哪吒的对手 黑熊精和紫霞架着门 一路寻找红孩的下落 不然 紫霞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执着手中 观音菩萨交给自己的人盘说道 善才童子就在这附近 黑熊精闻言 探眼朝四下查探 很快便发现了泰山上空的天兵天将和英兵 不由有些奇怪地说道 泰山为何集结了这么多阴神 莫非是有人能把泰山 紫霞想了想 说道 我们去看看便知道了 两道身影直接驾驭往泰山而去 而在二人不远处 孙悟空也一脸疑惑地望着泰山方向 显然 他也发现了泰山的战斗 孙悟空将飞尸交给宫婆后便离开了地府 他本来准备返回焦魔宫 结果刚出地府 便察觉到了泰山的异常 不由心中一动 也朝着泰山而去 酷红孩被哪吒记起的乾坤圈砸中肩膀 惨叫一声 脑在地上 哪吒正要上前倾拿红孩 不想红孩猛然张嘴 喷出三昧真火 哪吒感受到红孩三昧真火的力量 不由大害 连忙闪身躲避 天空中的天兵天将和十万迎兵 却没有来得及躲闪 被三昧真火喷那个阵阵 但凡被三昧真火喷中的天兵天将和迎兵 都瞬间化为灰烬 哪吒见状 脸上露出怒涩 祭出九龙神红罩 照向红孩 九龙盘旋 最后化作一个金光闪闪的罩子 将红孩困在了罩子里 哪吒看着被困在九龙神火照的红孩 冷哼道 善财童子 你杀我天庭正神在先 现又杀了我回下天兵天将 今日 即便是观音菩萨在此 也得给我天庭一个说法 红孩挥舞红阴枪 想要刺破九龙神火照 但是九龙神火照 可是后天 灵宝中的上品 又岂是那么容易破开的 红孩将手中红阴枪给刺断 也不曾给九龙神火照 带来丝毫破坏 心中逐渐沉了下去 哪吒兄弟 烧死他 快烧死他 给我报仇 黄天化见哪吒困住了红孩 不由兴奋地说道 喜欢的观众 记得订阅点赞一波 想听什么书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第182章 尴尬的哪吒红孩 被困九龙神火照 但哪吒顾忌观音菩萨 却不敢真的将虎孩烧死 而是将他困在九龙神火照中 准备将他带回天庭 交流余地发落 对此 黄天化虽然不满 可如今他的地位 已经远远无法跟哪吒相逢 因此也不好多说什么 只是要回了自己的正月锤 和墨爷宝剑 哪吒正准备撤兵回天庭 突然 一道金光闪过 孙悟空拦住了哪吒 哪吒且慢 孙悟空拦下哪吒 虽然他不知道 红孩婴和与哪吒交恶 但红孩是自己的侄儿 二者之间关系刚好缓和 孙悟空自然不能任由 哪吒带着红孩 悟空 哪吒见到孙悟空 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毕竟是千年前的好友 尽管如今三界气氛鬼绝 但哪吒依旧 把孙悟空当成朋友 孙悟空看着哪吒的九龙神火照 说道 哪吒兄弟 不知可否给俺老孙一个面子 将红孩放了 哪吒眉头一皱 说道 猴子 这善财童子善杀三山彼龙宫 犯了天调 我乃是凤玉帝之命 带他回天庭 请恕我不能将他交给你 阿弥陀佛 三胆海会大事 善财童子 乃我南海紫竹林地 就算有错 也该交由我佛门处置 天庭 我师观音菩萨 自会给大天尊一个交代 就在孙悟空为难的时候 一个子依女子 从天而降 她的身后 还跟着一个熊脸壮汉 正是紫霞和黑熊精 紫霞看着哪吒 脸上虽然带着笑容 但态度却十分坚定 那就是 不准哪吒带着一块 哪吒感觉到有些麻烦了 如今的三界 佛门自五百年前 传到南瞻部州之后 如今已经占据了大半个人间界 四大部州除北巨炉州外 到处都是佛门的身影 这一点让玉帝十分不满 尽管佛门大兴乃是天道使然 但玉帝的香火被佛门分去大半 她又如何甘心 这些年来 天庭和佛门的争斗日益激励 但明面上 两者之间还是没有彻底撕破零地 至于谁来撕开这最后的遮羞布 哪吒不知道 但是他只知道 这块布一定不能由自己撕开 哪吒在天庭的地位很特殊 他的师父是东极清华大帝 太乙救苦天尊 是产教嫡系门徒 可偏偏他的父亲临近 却又拜了佛门燃灯古佛为师 他的两个兄长金扎和墓长 也都是佛门中人 以往天庭和佛门关系好的时候 哪吒倒是过得挺舒服 可如今天庭 佛门关系紧张 哪吒的处境便变得很尴尬 不过哪吒自来 骄傲 即便受制于玲珑宝塔 他也从来不曾真正向你进服输 哪吒看着紫霞 冷笑道 我天庭乃是三界之主 即便是如来佛祖 见到玉帝也得行礼 这善财童子犯了天条 自然由天庭处置 以佛门有何资格代替天庭处置 善财童子 紫霞闻言也有些头发 佛门的实力很强大 这一点毋庸置疑 可天庭弱门了 可能三界很多修行者的确认为 佛门已经比天庭更加强大了 可作为观音菩萨的清传弟子 紫霞很清楚 天庭的实力 远没有普通修行者看到的那么简单 天庭六语 玉皇大帝执掌中天 手握风神宝 能够号令漫天心神 其自己私底下隐藏的实力 还不知道有多少 东籍清华大帝 执掌东方诸天 归下由禅教众先辅助 作为道门三卿之一的玉卿圣人的宗门 禅教的强大 曾出身禅教的观音菩萨十分清楚 观音菩萨尽管叛教归佛 但内心对于禅教 还是充满了忌惮的 昔日禅教的十二经线观音文书 普贤和巨留孙靖接叛教 并非是因为西方的法门胜过禅教 而是因为禅教原始天尊过于偏向广城子和云中子 在十二经线都需要展示的情况下 将最厉害的灵宝全部赐给了他们二人 所以观音菩萨等人才会在燃灯谷国的谷国下 分而叛教 南极长生大帝 执掌南方诸天 南极长生大帝 又名南极仙翁 他本是原始天尊的弟子 虽然不入十二经线 但论身份 即便是广城子见到南极仙翁 也得恭敬地叫一声 师兄 南极长生大帝做镇南方诸天后 南方诸天一直没有丝毫动乱 可想而知南极长生大帝的实力 也是十分可怕 北极紫薇大帝 智掌北极诸天掌握地心 紫薇大帝自上任之后 一直都很低调 但他的麾侠 却聚集了大批人叫地 在北极诸天中 紫薇大帝信奉 无为而至 可所有的修行者 对于紫薇大帝 却不敢用嘶吼待能 西极勾成大帝 坐镇西极诸天 和佛门相邻 这也是佛门最忌惮的人之一 勾成大帝 原本只是产教云中子的弟子 换作雷阵子 可不知为何 圣人却亲命雷阵子为六语之一的勾成大帝 并且将为阵子安排到了最靠近佛门的西极诸天 佛门为名 原本佛门还以为这是天庭故意 向佛门示好 安排一个威胁不到佛门的大帝 坐镇西极 可是让三界意外的是 勾成大帝上任之后 身边很快便聚集了一大批上古非情一族的强者 如今的西极诸天 佛门和天庭各占一半 勾成大帝面对佛门诸佛 可是丝毫不给面子 离起玉皇大帝 勾成大帝 甚至都懒得维持和佛门表面的和平 但凡 佛门敢在西极诸天天庭的地方建造庙里 勾成大帝就敢直接让部下将庙里直接推回 毫不客气 至于坐镇明界的后组大帝 他太神秘了 不管佛门在地府怎么闹 他都从来没有现身 只是他挥下的几名神秘的高手 便已经让佛门十分忌惮了 地藏王菩萨坐镇明界万载 也不曾真的占据明界 便是对那神秘的后组大帝 心怀慰主 望着不愿意退步的哪吒 紫霞陷入了纠结 一时间 双方都有些骑虎难下 哪吒不愿意放人丢了天庭的面子 紫霞也不愿意红孩被哪吒带上天庭 至于 孙悟空 他如今既非佛门中人 也非天庭所属 但哪吒偏偏又是他的好友 让他出手从哪吒手中 就会红孩 孙悟空感觉自己 有些下不了手 黄天化看到这种情况 悄悄激活了一块令牌 然后阴冷地看了哪吒手中的九龙生虎照 喜欢的观众 记得订阅点赞一波 想听什么书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第183章 暴怒的哪吒 泰山 作为冬月大帝的黄飞虎面色阴沉 本来泰山是黄飞虎的地盘 可不管是哪吒还是紫霞 都好像完全没有将黄飞虎放在眼里 这让黄飞虎十分不满 可是即便黄飞虎有十万银银在手 但是 无论是哪吒还是紫霞 都的确没有把他放在眼里 冬月大帝 虽然名字很响亮 但说到底 也就只是一个山神而已 若是 他真能按照玉帝的分空 占据地理 那么他这个大帝 可能还有些分别 哪吒兄弟 你可否先将 我那折放出来 然后再来商议 如何处理现在的情况如何 孙悟空见这样僵持下去 也不是办法 不由开口说道 哪吒犹豫了一下 答应道 好 我将他放出来 哪吒手中九龙神火罩 突然消失 红孩的身影 出现在哪吒身旁 七叔 飞熊叔 红孩脱困 刚想朝孙悟空走去 便感觉身体一紧 却是被哪吒 用混天灵给捆住了 飞熊精正正地 看着红孩的头顶 那原本应该带着金锅的地方 依然空空如也 飞熊精激动地上前一步 惹得哪吒心中不喜 手中火尖枪微微一体 指向黑熊精 黑熊精毫不在意 而是用一种期待的眼神 看向红孩 红孩看出了黑熊精的想法 点了点头 黑熊精如是大推 身体一震 竟直接将哪吒震退 然后探手将红孩 拉到了自己身边 大罗金仙 哪吒脸色变得很难看 他没有想到 眼前这黑熊 居然拥有大罗金仙的修为 黑熊精对着哪吒拱了拱手 说道 三坛喊会大神 得罪了 哪吒冷通道 怎么 你们佛门是想和天庭动手吗 天兵天将 顾阵 是 一万天兵天将立刻开始顾下阵法 将泰山包围 黄飞虎剑撞 也让十万英兵配合哪吒 顾下阵法 场面一时间变得沉重起来 不过黑熊精丝毫不惧 他早在三百年前 便已经破开太乙金仙的避障 晋升大罗金仙 只是他沉迷佛法 已经很久 不曾在外 显露身手 因此除了观音菩萨外 整个洛家山 都没有人知道黑熊精的强谈 黑熊精双手合十 说道 阿弥陀佛 三坛喊会大神 平僧 只是想带走我洛家山之人 并无心与天庭为敌 哪吒望着黑熊精 嘴角有些抽搐 他感觉到了无力 论年龄 哪吒出生于风神时代 虽然看似一个 十多岁的少年 但实际年龄 却远远超过了 孙悟空和黑熊精 可如今 孙悟空和黑熊精 都已挣到大罗金仙境境 而他 因为莲花生的限制 却依旧只是太乙金仙巅峰 在这个巅峰 他已经沉浸了数千年 哪吒是高傲的 他出生之时 便是真仙修为 随便修炼几年 便打败了东海龙太子 可就在他 即将突破到太乙金仙的时候 东海龙王邪大军前来复仇 哪吒本以为有师父太乙真人在 自己应该安然无恙 然而太乙真人 却给哪吒出了一个割肉踢 了断和父母 因果的伴 年少的哪吒没有多想 便自费了血肉之身 还与父母 后来 太乙真人 以仙偶替哪吒出一宿肉身 然而那仙偶 只不过是普通的仙猪 潜力 如何比得上哪吒原本的领桌子之身 虽然短时间内看不出端倪 可时间一长 哪吒便感受到了肉身的对自己的限制 雷震子突破大罗金仙时 哪吒很开心 亲自前去道合 维护突破大罗金仙时 哪吒心中 已经有些失落 当杨简破开心结晋升大罗金仙后 哪吒便彻底举妄 他不甘心 论资质 他并不落于任何人 可是不管他怎么修炼 都没有办法 揭引到话 揭出道理 他成为了一个废人 一个永远只能 停留在太乙金仙境界的废人 所以 平日里 他总是一副生人物尽的母娘 这并非 他真的高 而是 他不想被人发现他内心的脆弱 哪吒不甘心 他曾经偷偷试过 无数次突破大罗金仙境界 但是都失败了 不管哪吒如何努力 大罗金仙这个境界 对他来到 都遥不可及 哪吒眼中 流露出怨愤之色 他手中紧握火尖枪 冷冷地注视着飞雄金 他很想和飞雄金大战一场 即便不敌 即便战死 哪吒也想要证明 一下自己 那就是 我哪吒 不是废物 飞雄金有些意外 他显露 实力只是想让哪吒之难而吹 他并不想和天庭真的开展 因为那样 对洛家山没有任何好处 可他却不知道 自己无意间的行为 触痛了哪吒那脆弱的心 哪吒献出三头八臂 手中寄出各种宝物 他要挑战大罗金仙 以太乙金仙的实力 对战大罗 孙悟空见状 有些担忧 他也没有想明白 哪吒为何突然如此暴露 可是孙悟空很清楚 太乙金仙和大罗金仙的骨钩 是无法逆越的 哪吒兄弟 有话好商量 孙悟空拦在了黑熊金面前 他担心 黑熊金伤到哪吒 孙悟空却没有想到 自己的这个举动 让本就倒心崩溃的 哪吒彻底暴走 哪吒满天黑发随风飘扬 眼神赤红 八只胳膊 挥舞着自己的法宝 大喝一声 砸向拦在自己身前的孙悟空 哪吒 你干什么 孙悟空闪身躲开哪吒的攻击 开口和问道 哪吒没有搭理孙悟空 而是挥舞火箭枪支去黑熊金 黑熊金冷吭一声 一朵莲花升起 接住了火箭枪 哪吒见状 祭出九龙神火 照去照黑熊金 黑熊金虽然已经是大罗金仙了 但九龙神火照毕竟是太乙真人的看家法宝 威力巨大 黑熊金也不敢拖大 在九龙神火照照着自己之前 化作一股黑风夺过了九龙神火照的攻击 一块红铃卷向黑熊金 黑熊金单手结印 张口喷出一股黑风 混天灵被黑熊金吹得倒飞了回去 哪吒将手足金砖 斩妖剑 乾坤圈 依此砸向黑熊金 这些攻击 落在任何一个太乙金仙身上 他们可能都难以招架 可惜的是 哪吒面对的 是已经达到大罗金仙境界的飞熊金 飞熊金将哪吒的攻击一一接下 此时 他也已经看出哪吒的状态 不就不对 竟好像是走火路的火 所以只守护弓 想等哪吒彻底发现出来 一名真的人 喜欢的观众 记得订阅点赞一锅 想听什么书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第184章 黄飞虎兵为大罗金仙 哪吒疯狂进攻掌 不得不说 即便哪吒一直无法突破到大罗金仙 但是他的实力 却绝对不容小觑 在一身法宝的加持下 大罗金仙之下 没有任何太乙金仙能是哪吒的对手 当黑熊金取出一颗黑鹰枪 架住了哪吒的火箭枪 看着双目赤口的哪吒 黑熊金叹了一口气 一直点在了哪吒的灵心 哪吒昏倒在了地上 孙悟空见状 连忙上前扶起哪吒 感应了一番 发现黑熊金只是 让哪吒的元神 暂时陷入沉睡 对哪吒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 不由松了一口气 放下三太子 黄飞虎催动五色神牛 手中拎着一柄 长枪指着孙悟空打个脑 孙悟空皱了皱眉头 任由几个天兵 将哪吒换 哪吒昏迷了 天庭兵马没有哪吒的吩咐 依旧节鎮将泰山封锁 至于泰山的阴兵 也在黄飞虎的默许下 继续包围着黑熊精一行 紫霞见状 暗中想要传信通知观音菩萨 但是却被天兵截住 看着逐渐围拢的天兵 紫霞眼中 闪过一丝民众 黑熊精 并没有在乎四周的天兵 他此时正一脸期待地望着红孩 红孩看了紫霞一眼 有些犹豫 黑熊精 自然知道红孩的故技 也只好暂时做吧 准备等离开这里之后 再找机会问出 自己心中的疑惑 黑熊精看向黄飞虎 大声说道 冬月大帝 还请让开一条出路 放我等离去 黄飞虎哈哈大笑道 真是笑话 以佛门中人善杀天庭正神 打伤了哪吒三太子 如此罪大恶极 岂能就这么放你们离去 紫霞正色道 冬月大帝 善财同子 虽然出手无法 但三山兵兵宫毕竟离世 不如这样如何 你放我们离去 日后 我们自当补偿大帝足够的相复之力 黄飞虎闻言 眼中闪过犹豫之色 他当然知道 如果黑熊精想走 别看十万英兵数量庞大 可对于大罗精先来说 这些英兵连楼椅都算不上 黑熊精之所以不敢动手 不过是因为顾忌天庭的颜面 罢了主动和天庭开战的罪名 黑熊精 即便是大罗精先也担待不弃 过去就在黄飞虎犹豫的时候 黄天化忽然来到黄飞虎耳边 抢声说了些什么 黄飞虎眼中流露出一抹金光 大鹤道 黄鸣 周济 龙桓 吴谦 封锁四方 不得放走一人 是 大帝 黄鸣 周济 龙桓 吴谦四将 都曾是黄飞虎家将 封神之后也一直追随黄飞虎 是泰山四大兴军 修为也因为香火之力 提升到的真仙剑责 四将各里一队阴兵 附下阵势 一时间 整个泰山都被乌云遮盖 变得火火气纷纷起来 紫霞看到这种情况 有些担忧 他并不想和天庭起冲突 见黄飞虎 似乎铁了心要留下自己等 紫霞不由将求救的目光 看向了孙悟空 在紫霞眼中 孙悟空即是天庭的齐天大圣 又是佛门的斗战圣佛 黄飞虎即便不给观音菩萨面 但总不至于也不给孙悟空面 孙悟空感受到紫霞的目光 心中微微一叹 脑海中不由浮现出那个 给自己第三小女孩的身影 罢了 孙悟空知道 如今自己的身份 在三界真正的大能眼中 早就不是秘密了 可如黄飞虎这等存在 应该还不知道自己的底细 孙悟空禁止走向黄飞虎 不过拱手说道 冬月大帝 今日一事安老孙想 你也应该明白 我们要走 你是根本无法将我们留下的 倒不如让开道路 忽然日后真的惹得天庭 和佛门起了争斗 想来 冬月大帝你也承受不起 黄飞虎脸色微沉 不过想到刚刚黄天化所说的话 黄飞虎顿时底气十足 冷横道 斗战圣佛 别说你如今已经不再是我天庭的齐天大圣 即便你依旧是齐天大圣 你也没有资格命令了 我的大军就在这里 你们若是敢发起战争 便动手吧 孙悟空皱起了眉头 他不知道黄飞虎的底气在哪里 他一个靠香火之力 提升到太义精献的英神 有什么底气 和自己这个大罗精献如此说话 孙悟空将气势逼向黄飞虎 黄飞虎跨下午色神牛四足一颤 险些跌倒 黄飞虎也感觉身体一僵 眼中不由闪过一丝恐惧 黄天化健壮 怒喝道 大胆斗战圣佛 你虽然是灵山佛陀 可我父亲好歹也是三山五岳大帝 地位不蓄于你 你怎敢倚仗修为 威逼我父亲 孙悟空看着这一对父子 脑子里闪过一个个念头 最后确定这两父子一定是因为活得太久 活傻了 冬月大帝虽然有个大帝的称呼 可他毕竟只是一个称呼 在三界中 号称大帝的修士可不少 也并不是每一个都拥有实权的 就如黄飞虎这冬月大帝 他的神职是统领三山五岳 人间借所有的山神土地都归他冬月大帝管辖 可实际上 土地上面有城隍 城隍背后有地位 黄飞虎真正能够管辖的 也就泰山方圆万里罢了 只不过后来玉帝为了占据明界 给了黄飞虎一个统领幽民的职责 允许他招募阴兵 不过地府也不是擅长 在泰山下设了一个泰山王 坐镇泰山和明界的通道幽民海 黄飞虎那点修为 如何是泰山王的对手 明争暗斗过几次 黄飞虎也只能憋屈地待在泰山 根本没有办法将试炼射到明界一步 孙悟空眼中金光一闪 黄天化直接倒飞了出去 嘴角流出淡金色的血液 黄天化挣扎着站了起来 眼神中流露出怨毒之色 他虽然不是孙悟空的对手 但自负真灵寄托在封神榜上 就算大罗金仙可以抹杀他的无数次 他也能重新借助封神榜父母 所以他根本不打孙悟空 黄飞虎也是如此 虽然被灭杀是一种很丢脸的事情 但是只要利益足够 黄飞虎也不介意重新借助封神榜父母 孙悟空遇到这种情况也有些头疼 他的确可以将黄飞虎打杀了 也可以将这十万英兵全部灭杀 可这样一来 可就彻底扫了天庭的里面 如果是以前 孙悟空倒是无所谓 因为那时候 孙悟空根本不觉得天庭有多强大 可随着孙悟空势力的增强 他知道的秘性也越来越多 对于天庭也多了许多忌惮 喜欢的观众 记得订阅点赞一波 想听什么书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第185章 上古经先 清虚道德 真君将领 黄飞虎父子看出孙悟空的忌惮 不由更加得意了 黄飞虎哈哈大笑道 这里是泰山 而我 东越大帝 才是这里的主人 不管你们佛门如何强大 但在这泰山 你们是龙 都得给我盘着 是火 都得给我趴着 就算你们是熊 是猴子 也都得给我老老实实的 好你个毛神 安老孙不打你 不过是给玉帝老面子 你莫非真以为 安老孙怕你不成 黄飞虎的话 彻底激怒了孙悟空 孙悟空眼中 闪过一抹杀机 手中混原两衣棍猛的 在地上一处 整个泰山都不由遗产 黄飞虎神色微微一变 泰山是黄飞虎的根基 泰山这一阵 将黄飞虎 从黄热中 变得清醒过来 他这才想起 眼前这只猴子 可是曾经敢大闹 天空的齐天大圣 如果真的惹闹了他 就算是对方没有办法 彻底抹杀自己 可杀自己几次 让自己面皮尽失 还是能够做到 黄飞虎神色 略微有些慌张地 看着孙悟空 是一道 那个斗战圣佛 好个狂妄的猴子 就在黄飞虎 想缓和一下气氛的时候 突然 一朵乌坦祥云 从远处飘来 祥云上 一道人胯下坐着云霞兽 手提搏云翻 恢复一顶弓箭 飘然落在了黄飞虎身前 师父 黄天化 见到道人后 立刻赢了上去 恭敬地说道 来人 正是黄天化的师尊 昔日铲教十二惊仙之一的 清虚道德真君 清虚道德 真君冷笑地看着孙悟空 说道 你这 胡孙 听闻女神大道天公 脚乱阴阳 真是好大的胆 今日又包庇 善杀我天庭正神的善台童子 莫非 你真以为我道本无人 清虚道德真君 虽然名为道德真君 但此人脾气 却十分暴躁 并且行事乖僻 昔日为了应付封神之劫 直接一句话不说 用一阵怪风 刮走了只有三岁的黄天化 害得黄家雾以为黄天化被邀人挪去 白白难过了很长时间 后来救下被伤咒王弯 去双目的洋人 偏偏将洋人 从一个俊美儒雅的人族 改造成了一个凝望长手 掌心掌眼睛的怪物 若是为了修炼独门神通 也就罢了 可洋人的眼睛 却并不具备任何奇异的功能 如此种种 都不过是清虚道德真君 为了誓言自己的丹药吧 风神大战之后 慈航道人等十二金仙中的几人 随然登叹教 投奔西方教 清虚道德真君本 以为自己能够得到重用 结果原始天尊将 产教掌教的位子 交给了广成 副掌教则为云中子 其余如太义真人 上天庭成为了六语之一 御顶真人 原本是原始天尊 看中的南极长生大帝的人群 结果御顶真人一心修道 据此不受 清虚道德 真君本以为御顶真人不愿意 就任南极长生大帝 那这个位子 应该就是自己的了 结果却不想 原始天尊最后 将这个位子 交给了南极星龙 清虚道德真君无奈 只能默默返回 清风山子运动 收了几个土地 在人间传下紫荫官道 然后便开始闭关 以求早日突破大罗金仙 展示正道 不过 也不知道是清虚道德真君 气韵不足 还是机缘未到 直到广成子 云中子和御顶真人 太义真人 先后展示成为 准圣之后 清虚道德真君 依旧未能达到展示的境界 只一直在大罗金仙 巅峰徘徊 清虚道德 真君 不甘心 他自认为 自己在十二经线中 实力怎么也是能够排入前五 可眼看着昔日的师兄弟 一个个超越自己 要说不着急 那自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 清虚道德真君 就开始将希望寄负于功德上 在清虚道德真君看来 广成子能够展示 那是因为师尊原始天尊天爱 私底下给了广成子不少好东西 云中子天生 福原深厚 是属于那种走两步 都能捡到宝贝的天秉之子 他能够展示 清虚道德 真君也能够接受 可太义真人那个实力明明若于 自己的师弟也展示了 这就让清虚道德 真君开始反思 自己究竟漏掉了什么 很快 清虚道德真君便找到了原因 那就是功德 太义真人成为 冬极寝花大帝后 得到冬极诸天的供容 每日的功德之力 和信仰之力源源不断 这些力量 加速了太义真人误导 所以 太义真人才 能够先自己一步展示 清虚道德真君想要功德 想要信仰之力 可光凭途 灌满的幸福 根本不可能达到 清虚道德真君的要求 于是 清虚道德真君将目光 放在了自己的地图 三山屏面 攻黄天花的身上 黄天花拥有神位 虽然信徒不多 但每年还是能够 记载一些乡福 这些乡福 便是信仰之力 不过即便黄天花 将所有的乡福 全部敬献给 清虚道德真君 那也远远不足以支撑 清虚道德真君修炼 当然 一个黄天花不够 如果将皇家 所有的信仰之力 集合在一起 那也是一笔 十分可观的信仰之力 所以 黄天花这次返回 冬越泰山 就是为了传达清虚道德真君的指令 想要让黄飞虎 联合三山五岳的所有山神 将所有的相否信仰 全部献给清虚道德真君 祝他修炼 清虚道德真君成功 只要他展示成功 日后五岳大帝 但凡有难 清虚道德真君 一定出手救援 清虚道德 真君 接到黄天花的求援后 立马赶到了泰山 他是来立威的 想要一举设服所有的山神 让他们心甘情愿 交出相同的信仰 孙悟空感受到清虚道德真君的强大 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孙悟空 不过大罗金仙初期 即便拥有 先天灵宝在手 面对等前的大罗金仙中期 也可勉强不败 可清虚道德真君 不仅仅是大罗金仙巅峰的强者 并且还是圣人门徒 不论道法神通 还是法宝 都不会弱于孙悟空 这样的敌人 孙悟空没有丝毫取胜的大罗金 黑熊金站在了孙悟空身旁 他感受到了清虚道德真君 来者不善 知道不打一场 是很难停止尴尬 所以 也只能硬着头皮 选择和孙悟空并肩而占人 两个孽初 纵使入了佛门 也依旧不知尊卫 本座只能替你们家长辈 教训一下你们了 清虚道德真君看着孙悟空和黑熊金 眼中流露出一丝不懈的笑意 原始天尊看不起妖族 清虚道德真君也是如此 喜欢的观众 记得订阅点赞一波 想听什么书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